我们知道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而持续的钓鱼岛问题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而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更是火上浇油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两国民意更加对立 政府立场相距更远 日本国内媒体也指出 中方未来势必将加强对日批判力度 而日美安保条约未必能保护日本 日本共同社8号刊文称 日本首相叶天佳燕表示 国有化钓鱼岛是为了继续平稳安定的维持管理 也将向中国做出解释并谋求中方理解 日本每日新闻分析称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寸土不让 表明中国未来势必会加强对日批判力度 2010年发生撞船事件后 中国采取了停止与日本进行交流 中断稀土出口等措施 未来中国也可能根据日本的行动而采取相应措施 而日本一直以赖的日美安保条约是否能保其安全 日本信使周刊分析称 万一有事 美国将巧妙地将自身立场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似乎可以解读为 如果日本受到攻击 美军出动将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根据美国宪法 开战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 即使日本领土受到攻击 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 美军也无法出动 另一方面 在领土问题上 美国不支持日中任何一方 2005年日美签署的文件 日美同盟面向未来的改革与重组规定 岛屿防卫是日本的责任 到时日本将独自品尝苦果 感谢观看